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电影片中片 简单来说,就是胡克和康多尔夫设计骗局 为诈骗团伙投资报仇的故事 1936年,约里埃特三个骗子又调包计 骗去了一个过路人的钱 三人中其中一个人扮演抢皮夹的角色 三个骗子中有黑人老头路德和毛头小子胡克 通过将路德被抢的皮夹 可为了防止过路人自身钱被抢的理由 把这两份钱都放进手帕内 接着演示如何藏好手帕的机会调包 另一边,那个过路人的上级已经把被骗的情报上报给了老大 看他们老大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 他们老大得知这件事后 先是问了那两个骗他们人的钱的骗子有没有替谁工作 有的话就把他干掉 另一边,胡克和路德回去后 这次最大的收获让路德想要退出这一行,金盆洗手 另一边,胡克在路上受到警探史耐德的警告 说他动了罗纳根的钱 罗纳根是当地黑社会帮派的老大 并知晓这笔钱会给他们带来厄运 当即用计送走了史耐德 之后胡克立马跑回去找路德报信 但是当他回大家的时候 路德已经死了 被黑社会老大找人杀掉了 之后,胡克找到康尔多夫 他是路德的好友 而且是一个骗术高超的骗子 在包上路德的名号后 并且确认别人他是胡克后 在别人的带领下,顺利的找到了康尔多夫 或喜好友被杀的亨利康夫 此时正在被联邦调查局追捕 但他还是决定要帮助胡克报仇 亨利康夫摇身一变 改换身份成一位老板 带着胡克去参加赌局 罗纳根恰好也在这场赌局上 亨利康夫用高明的赌数 彻底激怒了德利隆根 还当场羞辱了他 此时的胡克还化名为凯利 主动接近德利隆根 诉说他对老板肖亨利康夫的化名的不满 并要求德利隆根参与自己的计划 整垮肖的赌马公司 到胡克一边又躲开德利隆根派的杀手 像这次他通过视野盲区 成功逃脱了对面杀手的毒手 虽然如此 但是一步按照胡克和亨利康夫设计的骗局进行中 罗纳根根根本不知道 自己已经一步步的步入陷阱 胡克他们给罗纳根一个小甜头 告诉他要赌哪一匹马必赢 而罗纳根也非常配合的按照他们的计划走 经历过这次小甜头后 罗纳根已经逐渐开始相信胡克了 准备下更大的柱 这边一切都顺利进行 但警探史耐德也一直在搜捕胡克 这不刚入狼穴又入虎口 不过在有惊无险的逃脱技巧下 胡克还是顺利脱身了 不过他虽然逃过了初一 却逃不过十五 终于他还是被史耐德给抓住了 不过一切并没有那么糟糕 他不是被送到警局 而是被送到联邦调查局那儿 原来史耐德已经被FBI收了 胡克等人的一举一动 也一直在被监视着 FBI要胡克做内应 帮助去抓捕亨利康夫 他最终屈服了 唯一的条件不是为自己寻求出路 而是要FBI保障报酬计划 得以顺利进行 亨利康夫夜不成眠 抽着烟想着明天怎么样 给骗局收尾 胡克也去找了心爱的姑娘 在他的房中度过了骗局的前一夜 白天起身后 胡克因中了罗纳根的美人计 差点死掉 幸得亨利康夫相救 并让联邦局显了身 到了赌马的前期 罗纳根步入了他们设计好的电局 压了不可能跑第一的马50万 而亨利康夫装作一副不安的表情 更让罗纳根深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殊不知自投罗网 赌马俱乐部中 德里龙根刚刚输掉了50万 联邦调查局就破门而入 看着凯利和肖被射死 他知道就算自己是黑社会老大 也不可能从政府手里把钱抢回来 立马离开了现场 而就在史奈德离开之后 之前扮演联邦调查局的人 收起了手枪 夫妻躺在地上的亨利康夫和虎克 两人擦掉血迹 相视而笑 原来这个联邦调查局 是他们的人假扮的 果真是一部妙棋 他们成功的报仇 赢光了史奈德的钱 最后亨利康夫和虎克 愉快的离开了毒麻场 在成功的设计了一场 这么成功的骗局之后 他们都需要放松和休息了 好了 想看更多精彩电影 请订阅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